出生的众人寻声望去,立刻看到倒在血泊中的两个瓦剌人,众人心中惊疑,脚步不由停了下来。 云香对身后的罗伊示意,快下去看看。 山崖不高,罗伊三两个起伏,便来到两个瓦剌人身边,探探两人脉搏,再看看伤口,回头对云香道, 正是昨夜跟随南宫放的那两个瓦剌武士,被人面对面用匕首弯中了心窝。 话音刚落胎,又是一声惊呼,南宫放,只见南宫放浑身浴血,蜷缩在一块岩石遮蔽的角落,所以从上边无法看到。 罗伊小心翼翼地来到他身旁,只见他足边有一道带血的爬痕, 想必是他受伤落牙后,挣扎着爬到这隐秘的角落所留下的。 他衣巾上呕出的血已经干涸,两眼紧闭,面如死灰,胸膛更是塌下了一大块,令人不忍目睹。 罗伊探探他的鼻息,不由一声惊呼,他还活着。 云香一听,立刻抓着山崖上的藤蔓滑到崖底,快步来到南宫放面前。 罗伊遗憾地摇摇头,他不行了,肋骨被人踢断三根,折断了肋骨刺人心肺,造成体内大出血,他现在还没死,真是个奇迹。 云香在他身边蹲下,神情复杂地望着这一生中最大的仇敌,心里竟没有半点仇恨,只有说不出的同情甚至怜悯。 他回头对张宝示意,水。张宝连忙将水囊递过去,云香借过水囊拔开目色,将水小心翼翼地灌入南宫放口中。 清水入喉,南宫放突然爆出一阵剧烈的咳嗽,将水合着鲜血一同喷了出来。 咳嗽声稍稍平息后,他终于缓缓睁开了双眼,渐渐看清了面前的云香。 他一惊,本能地想要逃开,谁知稍一挣扎,便痛得大汗淋漓,浑身抽搐,连抬起手臂都不可能。 你别乱动,云香柔声道,没有人会伤害你。 云香柔和的目光,命满宫放渐渐安静下来,他恨恨地盯着云香,四声问,你还不快动手杀了我,为你的母亲,你青梅竹马的心上人,还有你自己报仇。 你从我父亲手中骗去骆家庄的地气时,我就已经知道你是谁了,骆秀才。 云香眼中闪过一丝隐痛,默默望着奄奄一息的南宫放,心中静止剩下怜悯。 他微微摇摇头,黯然道,我已经不再恨你,如果你还有什么未了的心愿,我可以帮你完成。 为什么?你为什么不恨我? 是我夺去了你的心上人,是我害死了你娘,是我害你蒙冤入狱,将你留洗千里浮苦意,你为什么不恨我? 你他妈还是人吗? 南宫放博然大怒,不停地质问咒骂。 剑云香默然不答,他恍然大悟,我知道你为何不动手了,你是想知道是谁伤了我,抢去了你那本千门秘典。 老子偏不告诉你,让你永远也找不回那本千门盛典。 哈哈,南宫放钢张口狂笑,胸中淤积的鲜血便涌上猴头,使他边笑边发出一阵撕心裂肺的咳嗽,每咳一声,嘴里便喷出一口鲜血。 云香见状忍不住轻抚他的胸口,同时柔声安慰道,别说了,你的时间已经不多了,想想还有什么未了的心愿,或者还有什么遗言留给亲人或朋友。 心愿? 亲人? 南宫放两眼迷茫,正正望着虚空,我没有亲人,也没有朋友,未了的心愿却不少。 我想继承家业做南宫世家的宗主,我想成为江湖上人人敬仰的大人物,我更想成为呼风唤雨,雄霸天下的一代千雄。 说到这南宫放突然泪流满面,可惜这些心愿我再也没有机会实现了,我一生都在命运的漩涡里不断挣扎,不断奋斗,不断抗争,我用尽心机,使尽手段,却连自己本来拥有的都被命运剥夺。 如今我不仅一事无成,还失去了所有的亲人,命运为何对我南宫放如此寡薄? 面对痛心疾首,懊恼不堪的南宫放,云香心中涌起一丝怜悯和冲动,他沉声道,你错了,你至少还有一个亲人。 谁?南宫放茫然望向云香。 云香柔和道,你还有个儿子,你和西医生的儿子。 儿子?南宫放迷茫的目光渐渐凝聚,爆发出一股炽热的光芒, 竟抬起手,抓住了云香的胳膊,他,他还活着。 他在哪里?你,你不要骗我。 云香握住他颤抖的手,肯定地点点头,他一直都跟我在一起,我将他是同几初。 你放心,我会将他抚养成人,并叫他做了善良,正直的人。 说到这云香顿了顿,以前我一直叫他赵家,不过现在我却觉得,只有你这个父亲,才有资格给他一个名字。 南宫放正正地望着云香,眼里满是疑惑。 从赵家这个名字就可以体会到云香对南宫这个姓氏的痛恨。 不过现在他却让自己为儿子重新取名,他真的不再恨自己了吗? 我真的可以给他取名字。 南宫放正正问道,见云香肯定地点了点头,他迟疑道,我想为他取名南宫节。 这是我早就为他想好的名字。 云香展颜笑道,南宫节,生当做人节,好名字。 南宫放紧张地盯着云香,见云香肯定地点了点头,他终于尝出了一口气,心中大是衣了,浑身感觉渐渐麻痹。 云香健壮轻声问,你还有什么话要对他说吗? 南宫放直指自己的胸前,云香依他的手势,从他的胸口掏出一块玉佩。 只听南宫放吃力地道,这是我南宫家嫡传弟子才有的玉佩。 请你转交并转告他,就说我对不起他们母子,从今往后,他将成为无父无母的官。 这都是我的错,都是爹爹没用,到最后,已是泪流满面,哽咽难言。 云香将玉佩收入怀中,握住南宫放的手轻声道,你放心,我会将他当成自己的孩子来教养。 南宫放脸上略显宽慰,他缓缓闭上眼,喃喃问,落秀才,我曾如此害你,你为何反而这般待我? 云香轻叹道,我也曾经如此痛恨你,恨不能使你的肉起你的皮,不过我现在却觉得,宽恕比仇恨更能让人得到安宁和解脱。 南宫放神情,复杂地望着云香,突然用只有云香才能听到的声音小声说道,你可知是谁从我手中夺去了千门秘典。 是死神,尹沙堂排名第一的杀手,他一声长叹,他果然不愧是死神。 云香点了点头,却没有多问。 虽然千门秘典是先师的遗物,隐藏着谋取天下的秘密,但此刻在他心中,已经没有当初的神圣。 听到他的去向,他的心中甚至没有一丝要找回来的冲动。 这时,南宫放突然诡异地一笑,巧声道,告诉你一个秘密,死神不是男人。 云香一正,正待接着问,就见南宫放缓缓地闭上眼睛,呼吸也渐渐微弱,就在云香以为他已平静而逝的时候,他突然浑身站立,牙关打颤,冷,好冷,他死灰色的脸上纳无助和惊恐,令云香心生怜悯,忍不住伸手抱住了他,希望用自己的体温,稍稍减轻他的临死前的恐惧和含义。 南宫放突然抓紧了云香的手,就向溺水者抓住了最后的一根救命的稻草,私生喊道,我不想死,不想去那边,我爹爹,还有我大哥,还有蜥蜴和许多死在我手里的人,都在那边等我,我不敢去见他们。 云香柔声道,每一个来到这世上的婴儿,都是一张白纸,是成长的环境和精力决定了他的善恶。 因此,他长大后犯下的罪恶,并不只是他一个人的罪恶,也是我们所有人的罪恶。 所以,你爹爹和哥哥会原谅你的,心仪那么善良也肯定会原谅你。 真的,他们真的会原谅我。 南宫放正闸道,他越来越虚弱,每一句话都得拼尽全力。 当然,就像我原谅你一样。 云香轻声道,南宫放念懦着嘴唇,想再说些什么,却虚弱地吐不出来。 云香忙将耳朵凑到他嘴边,勉强听到几个断断续续的词,瓦剌人药,镇锡菌。 南宫放中于平静而逝,十八个武僧闭目为他念起了往生咒。 罗毅在旁也不禁双手合十,为他默默祈祷。 在死亡面前,每一个人,无论好人还是坏人,英雄还是恶棍,都一律平等。 这就是佛的慈悲。 云香轻轻放开南宫放,起身对张宝和小伯岸然道,将他葬了吧,但愿他能往生极乐。 第二天黄昏,当云香赶回大同市,就见城里气氛迥异,街上不断有兵将急驰而过,匆忙中透露出大战即将到来的肃杀和紧张。 由于明珠坚持要回大同,所以武中只得将他护送回江军府。 云香也立刻赶去见五颜镖,南宫放用明珠将他调离大同的举动,加上他临终留下的枝言片语,明云香十分担心。 他知道南宫放壁定为瓦剌人设计了一整套入侵的计划,这计划一旦施展开来,镇西军必定危险万分。 即使明珠郡主安然归来,也依然无法冲淡将军府内的紧张气氛, 众人在那堂见到五颜镖时,只见他身着戎装,腰玄配件,竟是一副出征前的打扮。 见明珠母女安然无恙,他草草安慰几句,便让他们回房歇息,然后转向云香, 多谢公子就回郡主,我会禀明王爷,并为公子请公。 云香摆摆手,开门见山地问,武帅,我见城内大军调动频繁,不知有何行动。 五颜镖略意迟疑,还是坦然答道,瓦剌十万大军从张家口以西三十里突破长城防线,兵逼北京。 镇西军将连夜迟远北京。 云香面色大变,这是怎么回事? 五颜镖尘声道,就在明珠玉节的第二天,瓦剌尤其出现在大同前方的风阵,并向风阵守军下了战书,就在咱们严阵以带,准备迎敌的时候,瓦剌大军却声东击西,一夜间从张家口以西三十里突破长城防线。 那是镇西军与京师守军驻防的交界,是整个长城防线最薄弱的环节,瓦剌人能准确地抓住这个点,我方一定有内奸。 云香嘴角泛起一丝苦笑,虽然内奸已死,但他留下的计谋却祸害不浅。 云香突然想起南宫放林死前留下的枝言片语,心中一动,盲问,地图在哪里? 五颜标指指爱上的地图,公子请看。 云香凑过去一看,心中雪亮,瓦剌人要伏击镇西军。 他对五颜标道,五帅,镇西军不要妄动。 为什么? 五颜标皱眉问。 云香指向地图,如果瓦剌人以一只羊兵骚扰北京,却将精锐主力埋伏在大同道北京的必经之路,以一代劳伏击镇西军,请问五帅如何应对? 五颜标脸色微变,哑然无语。 云香诱道,镇西军若离开城高度后的大同府,与瓦剌角逐与旷野至上上,以瓦剌铁骑的神速和战斗力,绝非镇西军可比。 这是一己之短,营敌之长,加上镇西军连夜赶路,人困马乏,一旦遇服,必败无疑。 五颜标微微汗手,公子所言不无道理,但倘若瓦剌人真的攻打北京城,本帅若做事不救,岂不成为千古罪人? 五帅多虑了。 云香指着地图道,北京有京师三大营共三十万人马,加上北京城高强后,瓦剌十万人马要想攻陷北京,无疑是急冒险的事,若是被震西军从后方夹击,恐怕有全军覆没的危险。 再说瓦剌人攻打北京,是放弃骑兵速度之力,与京城守军拼消耗,这无疑是等而下之的战术,不到万不得已,瓦剌必定不会出此下策。 五颜镖点点头,跟着又摇头探道,就算瓦剌人攻打北京的可能只有万分之一,我也不能冒险。 镇西军可以败,但北京城却万万不能有丝毫闪失,不然朝廷震动,天下避乱。 再说兵部已有利欲送道,我若不立刻持援北京,就是抗命。 五帅三思啊! 云香四声道,镇西军若在旷野玉符, 京市三大营就算尽在咫尺也绝不会救援。 各地驰援的兵马都要争着赶去京城向朝廷表公, 就算有人想帮武帅,但碍于兵部令狱,也不敢擅自行动, 镇西军将孤军作战,定遭灭顶之灾。 镇西军一败,大同将陷入瓦剌两面夹击,在南守住, 大局一失,中原将门户大开,瓦剌铁骑即可长驱南下, 与摩门会失于中原,又可突袭京城,天下大势便微如泪卵。 五颜镖苦涩一笑,语须叹道,从军事上讲, 你的顾虑完全正确,但领兵打仗却不完全只是军事, 还得考虑方方面面。 大明军制,一向是文官领兵,且兵无常兵,将无常将, 所有兵马的指挥全军归兵部,龙凤中文轩辕奥天达, 整个大明朝数百万大军中,只有我武家军和江浙的瑜伽军, 是仅有的两支完全规武将统领和指挥的部队, 战斗力明显比其他部队高出几个档次。 即使是这样,也为朝中那些文官所诟病,你知道是为什么吗? 云香点点头,太祖当年诛杀功臣, 就是为了将兵权牢牢控制在朝廷手中, 以防将领拥兵自重,甚至举兵谋反。 从那以后,兵权聚规文官掌握, 领兵将领随时调换,将不知兵,兵不知江, 战斗力一落千丈。 武家军和瑜伽军因为处在战争最前线, 为了保证其战斗力,所以才没有叼换过主将, 也没有让文官插手指挥。 武颜镖严重闪过一丝惊讶, 没想到你一介书生,竟对大明军队的弊端看得如此透彻, 我一向痛恨夸夸其谈,却又毫无领兵才能的文官, 所以先前对公子多有轻慢,是我的不适。 他微微一顿,叹息道, 没错,瑜伽军和武家军是仅有的两支以主将命名的部队, 所以被兵部和文官盯得很紧。 我这次若不尊兵部令狱驰援北京, 定会落下拥兵自重,抗命不尊的口实, 朝中又会掀起将阵西军指挥权收归兵部的非议, 届时我就算保存下阵西军的实力,又有什么意义。 他望向黯然无语的云香, 淡然道, 命兵不光要考虑军事, 还得考虑军事之外的政治。 就算明知前方有埋伏, 本帅也要率军冲进去, 与瓦剌决一死战, 但愿天佑大明, 助我于逆境中取胜。 望着五颜镖从容淡定的目光, 云香终于明白了这位边关名将的苦衷。 他黯然伴赏, 突然问, 五帅可还记到我们之间的约定。 五颜镖一正, 跟着恍然醒悟, 点头道, 不错, 你就回了明珠母女, 我应该借你一个大营三个月的指挥权。 只是阵西军所有精锐聚以集结, 做好了触发的准备, 而留下守城的两万人马又更有职责, 无法出戒。 现在, 我只剩最后一支部队可以借给你了。 是哪个营? 云香盲问。 五颜镖从岸上拿起一支令符, 递到云香面前, 新军营。 新军营。 云香大失所望。 新军营只是训练新兵的临时部队, 根本不算入大明军队的正规编制, 在兵部没有正式的记录。 营中除了负责训练新兵的军官之外, 其他都是根本就没有上过战场的士兵, 这些士兵就算数量再多, 训练得再好, 也只是一群没见过血腥的绵羊罢了。 我没有想到你能救回郡主, 五颜镖溃然一笑, 所以也就没有准备把部队借给你, 如果你觉得新军营不堪大用, 那我收回。 云香一把夺过令符, 新军营就新军营, 不过除了新军营, 我还想向武帅借一个人。 谁? 就是贵公子武圣文。 五颜镖眉头微皱, 但还是点头道, 没问题, 我立刻让他去新军营报道。 晨曦如梦, 朝霞出生, 正西军除了留守大同的两万人马 和一万上在训练的新军, 其余十二万人马连夜启程, 火速驰援北京, 偌大的大同府, 顿时显得说不出了萧条和冷清。 第二天一大早, 云香在小伯、张宝、 罗毅及少林十八罗汉的陪同下, 早早便来到驻扎在郊外的新军营。 只见偌大的军营 完全没有往日文鸡起舞的喧嚣, 只有巡逻岗哨三三两两聚在一起小声议论, 看来昨夜大军的突然调动, 已经给新军营造成了不良影响, 如今军中谣言四起, 严重影响了新军营的士气。 云香纵马来回军营大门外, 对守卫的兵族亮出五颜标的令符, 让你们统领出来见我。 卫兵立刻进去通报, 片刻后就见他独自出来, 对云香拜道, 我们统领已在中军帐中恭候公子, 请公子随我来。 没想到这个统领这么大的架子, 捡了五颜标的令符也不出来迎接, 云香心中奇怪, 对众人一挥手, 咱们进去。 众人随着卫兵来到中军帐, 进帐一看, 就见一名身材魁梧的年轻将领巨岸而坐, 满脸酝怒。 见到云香进来, 他立刻起身质问, 姓云道, 我哪里得罪了你? 竟在镇西军, 池远北京, 好男儿建功立业的关键时刻将我留下来, 你是什么居心? 原来新军营的统领就是武圣文。 云香将他留下来, 确实是有自己的私心, 所以他对武圣文的质问避而不答, 只皱眉问, 原来你就是新军营统领。 不错, 昨夜, 副帅刚刚授命。 武圣文信信道, 副帅让我协助公子指挥新军营, 公子但有所命, 我会无条件遵从。 云香点点头, 好, 让全营恢复操练, 然后清点粮草, 马屁, 兵器, 做好随时出战的准备。 早操结束后, 让千户以上降临到中军帐一事。 武圣文不满地瞪了云香一眼, 似乎在怪他煞有介事, 小题大做, 转头对他身后的武中吩咐, 吹响号角, 恢复操练。 早操结束后, 几名千户及参将陆续来到中军帐。 新军营统领以下有八名千户, 每名千户指挥三的营约一千二百人, 加上后勤和中军, 整个新军营大约有一万人, 这是大明军队一个大营的标准编制。 大营的统领通常是由副将以上的将领担任, 而武圣文是以千户身份出任统领, 其原因一是他的特殊身份, 二是新军营是非作战的临时部队, 他的统领任免不像作战部队那般严格。 众将士来到中军帐后, 武圣文指着政府案陈思的云相向大家介绍, 这位是云公子, 已由武帅亲自受命指挥新军营, 诸位快来拜见。 其实大明军队中, 常有文官甚至太监由兵部或皇上 直接任命为精略或监军, 以此身份指挥部队撤走统领, 所以众将对这种情况习以为常, 纷纷上前参拜。 云香一直埋手望着岸上的地图, 此刻才从地图上抬起头来。 他的眼中充满血丝, 神情异常凝重, 目光在众将士脸上缓缓扫过, 在其中看到了两张熟悉的面孔, 千户赵文虎和游击教士李寒光。 他的脸上终于露出一丝轻微的微笑, 冲二人微微汗手后, 对众将道, 大家先将粮草、 马匹、兵器的盘点情况, 详细汇报一下。 众千户先后将自己手中掌握的物资 汇报一遍, 云香听后脸色越发凝重。 原来新军营不仅存粮不多, 马匹稀少, 就连兵器都残缺不全, 甚至连兵族们的一甲都不齐备, 面对这样一支没上过战场, 装备不足的残军, 就算云香来之前已经做了最坏的打算, 也没想到问题会这么严重。 剑中将都望着自己, 云香指向面前的地图, 武帅连夜驰援北京, 途中必遭瓦刺十万精锐伏击。 瓦刺人最善野战, 又是以医待劳, 这一战阵西军前途堪忧。 若瓦刺击败阵西军, 必定会回师围攻放手空虚的大同, 以打凯通往中原的门户。 咱们新军营如何协助大同守军守住这道门户, 我想听听诸位的意见。 云香话音刚落, 一旁的武圣文就高声质问, 咱们镇西军乃军中精锐, 身经百战, 我副帅更是战功卓助, 天下闻名, 怎么会败? 你不要在此威严耸听。 云香沉声道, 善水者溺于水, 善战者亡于战, 战场上什么情况都可能发生。 我虽然希望武帅能逢凶化吉, 反败为胜, 不过咱们也要做好最坏的打算。 众将议论纷纷, 对云香大胆的预测均感到难以置信。 一名千户道, 若真如云公子所言, 瓦次人击败正西军后回师围攻大同, 只怕新军营也起步了多大作用。 是啊, 另一个千户附和道, 新军营兵族都是没上过战场的新兵, 若没有老兵带着, 就算训练得再好, 一旦在战场上见血, 要么不知所措, 要么落荒而逃, 反而会影响部队的士气。 赵文虎也道, 没错, 新军营不是作战部队, 平日只负责训练新兵, 然后将训练过的新兵分散送到其他作战部队, 由老兵带着上战场。 没上过战场的新兵就是绵羊, 必须经过老兵的言传身教, 并在战场上经过鲜血的洗礼, 才能由绵羊变成豺狼。 再说新军营装备简陋, 粮草, 马匹均十分匮乏, 朝廷还欠着咱们大半年的军饷, 兵将们早已人心惶惶, 如何能战? 另一个千户也愤愤质问, 云香抬手示意大家安静, 然后环视众将道, 如果我补齐新军营所需的粮草, 军饷, 马匹和一甲, 众位将军是否能够齐心协力, 让新军营变成一支可战的部队。 众将一听此话都有些将信将疑, 一名千户冷笑道, 新军营所缺的粮饷, 武帅向兵部讨了半年都没要来, 公子莫非是兵部尚书的老子, 一句话就能让兵部拨下粮饷, 你们不可小看云公子, 武圣文似笑非笑低调砍道, 诸位有所不知, 云公子乃是江湖上大名鼎鼎的千门公子乡, 众所周知, 千门公子富可敌国, 只要他舍得拔自己一根寒毛, 就够新军营几年之用了, 真的, 他真是千门公子, 众将都非常惊讶, 见云香坦然默认, 众将的眼睛里顿时齐齐放光, 纷纷向云香保证, 只要公子能补齐咱们所需的粮草, 军饷, 马匹和一甲, 我们保证新军营将成为一只精锐之师, 云香新知, 这是众将伸手要前世说的大话, 也不揭破, 对众将摆摆手, 你们下去抓紧准备, 尽快将新军营训练成一只可战部队, 良香你们不用担心, 我会尽快弄到, 他在心中算算日子, 蒋文化也该将粮草, 马匹, 一甲送到了, 他转头对身后的小伯小声而语了两句, 小伯立刻领令出仗, 出城迎接蒋文化押韵的良香, 让众将回去准备后, 云香将赵文虎和李寒光留了下来, 李, 赵二人是云香在新军营最信任的心腹, 也是他在新军营最强的依靠, 所以他有些任务交由他们来做, 李将军, 镇西军的军械处你熟不熟? 云香问道, 李寒光摇摇头, 我来的时日太短, 军械处在哪儿都不知道, 云香拍拍他的尖头, 你得想法从军械处搞一批武器, 装备新军营, 我虽可以弄到粮草, 马匹, 一甲, 但兵器是禁品, 只有从军械处弄, 我知道你有办法, 无论花多大代价都要弄到, 自上次在角窝营的合作过后, 云香便知道他是个军中老油条, 熟悉军队的各种潜规则和漏洞, 有他在, 可以帮忙解决许多麻烦, 公子放心, 我尽快想办法, 李寒光说着善善一笑, 有些不好意思地碾碾手指, 不过莫将在这里人地生疏, 恐怕得出点血, 才能打通军械处的关系, 云香知道这家伙又在趁机开油, 也不揭破, 掏出早已准备好的银票递给他, 这里有五千两银子, 你先拿去, 不够再跟我说, 够了够了, 李寒光忙不迭地接过银票, 嘴里连连保证, 公子放心, 三天之内, 我若不给新军营配其兵器, 公子就立马撤我的职, 你想得倒美, 云香笑着给了他一拳, 大敌来临, 你这个中军, 总管, 岂能逃避, 多谢公子栽培, 虽然早猜到云香会让自己主管中军, 不过现在由他亲口说出来, 李寒光还是十分惊喜, 连忙败谢, 云香转向赵文虎, 脸上的轻松顿时消散, 望着这位儒雅的虎将, 他问, 如果武帅失利, 瓦茨大军围攻大同, 不知赵将军有何良策守住大同, 赵文虎摇摇头, 公子肯定知道, 大同是守不住的, 云香正正地望着地图, 自语道, 难道现在就只剩下这唯一一步险棋了, 赵文虎点头道, 恐怕只有这一步险棋, 方可解大同之为, 望公子早下决心, 云香黯然摇头, 欲言又止, 若是如此, 整个新军营一万将士, 恐怕, 赵文虎默然道, 丢足宝帅, 这也是无可奈何之事, 战争往往就是这样残酷, 你让我再想想, 再想想, 云香痛苦地摇摇头, 也许武帅能给瓦刺人予以重创, 使之无力再攻大同, 又或者京师三大营主动出击, 与武帅加攻瓦刺人, 战场上什么事都可能发生, 不到最后关头, 咱们不用出此下策, 赵文虎黯然道, 但愿天佑武帅吧, 你俩在打什么疾风, 李寒光莫名其妙地看着二人, 一脸的疑惑, 我怎么一句都听不懂, 不懂就不懂吧, 但愿新军营不用走到那一步, 云香说着将二人送出中军大帐, 带二人坐马离去后, 他转头遥望东方, 耳中似乎听到了千军万马的冲锋声和呐喊声, 他的眼里泛起无尽的忧色, 悠悠叹道, 这一战就快见分晓了吧, 三天后, 就在小伯营同蒋文幻押韵的粮草, 马匹, 一甲的同时, 十二万镇西军池园北京途中玉符, 主帅五颜镖英勇战死的恶号, 也传到了大同, 紧接着, 瓦剌十万铁骑在四王子朗多率领下, 辖机败镇西军主力之余威, 火速向防卫空虚的边关重镇大同府逼近, 消息传来, 大同府的天空, 顿时笼罩在一片惨云绸雾之中, 在新军营的中军大帐里, 十几名千户以上的将士均默然无语, 他们从云香的眼神和帐中凝重的气氛中, 感觉到这位貌似柔弱的书生, 将做出一个惊人的决定, 各营的装备, 武器, 马匹, 两响都齐备了, 云香平静地问, 剑中将接点了点头, 他又问, 安家费也都发到美的将士的手上了, 中军总管李寒光芒答道, 幸亏有蒋先生送来的银两, 咱们不仅补齐了新军营所欠的半年响银, 还每人另发了二十两银子做安家费, 都发到美名士兵的手上了, 工资请放心。 云香满意地点点头, 他的目光从众将脸上一一扫过, 苏然道, 现在瓦剌大军离大同不足三日路程, 是新军营做出选择的时候了。 众将鸦雀无声, 齐齐将目光聚到云香脸上, 云香示意张宝和罗毅挂起地图, 然后他的手指从地图上标注的大同府一路往北, 越过长城指向茫茫大漠, 新军营将沿着瓦剌大军入侵的路线, 一路往北,直插瓦剌心脏。 此言一出, 众将顿时哗然。 一鸣千户即道, 咱们对漠北的地形完全不熟, 后勤不及也无法跟上, 新军营故军深入瓦剌腻, 内无粮草外无援军, 这是拿全营将士的性命去冒险。 另一名千户也附和道, 没错, 这完全是将新军营置于死地。 云香带众人议论声平静后, 才徐徐道, 新军营都是些没上过战场的新兵, 一旦在大同与瓦剌接战, 难保不会四下溃散逃命, 影响友军的士气, 不如率新军营北上突袭瓦剌, 在那里新兵们逃无可逃, 必能爆发出惊人的凝聚力和战斗力, 正所谓置之死地而后生。 就在众将疑惑犹豫地当, 赵文虎附和道, 我看此计可行。 瓦剌尽其精锐入侵大明, 国中定然空虚, 咱们沿着瓦剌大军南下入侵的路线一路北上, 定能打他们一个措手不及。 只要咱们行动迅速, 打得够准够狠, 瓦剌大军必定会回师救国, 大同之为可解。 这正是唯唯救赵的好计。 可是咱们孤军深入瓦剌腹地, 如何保障后勤不及? 一个千户仍觉不妥。 我们要向瓦剌人学习。 赵文虎指向地图, 北上的图中有不少瓦剌牧民的定居点, 在那里可以补充粮草, 以战养战。 众将望着地图默然无语, 伴赏,终于有人念如道, 瓦剌大军若是回师救国, 新军营恐怕会全军覆没, 彻底埋葬在茫茫漠北荒原。 众将齐齐把目光转向云香, 只见云香沉重的点点头, 新军营一旦突入瓦剌腹地, 便成为一只内无粮草, 外无援军的孤军, 将遭到瓦剌数十万大军的围追堵截, 要想再返回关内, 恐怕是难如登天。 云香望着地图一声长叹, 不过, 这是解大同危局的唯一一步险棋, 如果咱们不以身犯险, 大同一旦失守, 中原门户大开, 不知有多少无辜百姓将倒在瓦剌人的屠刀之下, 不知又有多少苍生黎民将在战争之苦里煎熬浮沉。 云香转望重将, 这是九死一生的冒险, 所以我不勉强你们。 如果有人想要退出, 我会让他留下, 协助友军守卫大同, 我只要真正的勇士, 追随我进行这次可载入史册的北伐。 云香话音刚落, 就听赵文虎尘声道, 想当年永乐大帝六征墨北, 打得瓦剌人闻风丧胆, 落荒而逃, 那是何等快意? 难得今日公子由此北伐雄心, 莫将愿誓死追随。 好男儿就当战死江草, 买个果尸, 轻事留名。 众将星知即便留在大同, 一旦成破, 也难保不死。 在一阵权衡迟疑之后, 据纷纷道, 莫将愿追随公子, 北伐瓦剌。 好, 立刻集合部队, 我将最后一次跃军。 云香话音刚落, 就见丈连聊起, 披麻戴笑的武圣文不顾卫兵阻拦, 静止闯了进来, 瞪着云香质问, 幸运道, 新军营要北伐瓦剌, 为何偏偏将我这统领留在大同? 而对沉浸在丧腹悲痛中的武圣文, 云香无言以对。 因为她是明珠的丈夫, 云香不希望她有任何意外, 才会将她从虎奔营调至新军营, 又将她从新军营调至大同守军。 只是这点私心, 云香无论如何也说不出口。 武将军息怒, 云香竹子斟酌道, 守卫大同, 责任同样重大。 如今武帅殉国, 大同守军士气低落, 而将军在镇西军中威望甚高, 希望将军留下来提振士气。 武圣文派案道, 我副帅惨死敌手, 我恨不能率军踏平瓦剌, 你却让我归缩在大同人瓦剌羞辱。 我是新军营统领, 新军营有任何行动, 都不能撇开我。 你若将我留下, 我就令新军营取消这次行动。 云香虽然有五颜标的令符, 但身份只相当于监军, 没有指挥主将的权力。 因此而对武圣文的坚持, 只得点头答应, 那好, 就请武将军集合全营将士, 使施北伐。